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书法文帖模本更是被当作国宝 珍藏在国家博物馆中 创作出这件艺术珍品的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书圣 王羲之 王羲之为何能写出如此家作 他又是如何成长为一代书圣 那么王羲之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的背景是在公元353年3月初三这一天 一直到今天 人们依旧在寻求着 关于他的点滴故事 现在我们看到的右手房这潭池水呢 便是我们故旧的第一大景观了 雁池淮谷 这也便是王羲之 包括他们王氏家族 在这里涮鼻喜宴的地方 据这个史料记载呢 据传当年这个水池 曾被王羲之用来刷喜宴台 因此得名喜宴池 喜宴池所在的这座园林 是王羲之出生并生活过的地方 如今被称作王羲之故居纪念馆 也是山东省林仪市的一个著名景点 18年前的2003年 为了纪念王羲之诞辰1700周年 山东省林仪市王羲之故居纪念馆 扩建工程开始全面施工 4月30日 施工队伍在喜宴池东北部 开挖建筑地基时 挖出了一个异常的黑洞 在黑洞旁边是厚重的青砖 有的青砖已经掉进洞中 施工队员推测 这应该是一座墓葬 并立刻向林仪市文物部门汇报 收到通知的林仪市文物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 随即赶往现场查看 现实景目的发掘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当时是在生活中挖掘节就碰到了墓丁 把墓丁的转压就是碰掉两块 露出了一个黑洞来 大家发现从那个露出那个洞来朝里一看 里面看着有一些温物 就意识到可能是一座古墓 郑同修山东省博物馆馆长 当年42岁的他被迅速调往现场 参加古墓的发掘工作 成为当时发掘队伍中的一名重要成员 在确认这里是一座古代墓葬的同时 他的脑海中有了一个重要的联想 因为这个墓葬呢 他发现在望西子古居公园的人 所以呢更多的人关注的是 他与望西子有没有关系 第二天 2003年5月1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和灵仪式文化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 开始对这一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考古队员由上至下逐层清理墓葬封土 一个星期后 封土清理工作基本完成 墓葬的外部结构 也在考古队员眼前露出真身 让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 这一座墓葬竟然带有两个墓室 东西长约8米 南北宽约4.3米 高约3.4米 东西墓室并列 墓顶均为拱挤状的绚顶 中间形成一条宽约0.9米的家道 难道是一对夫妻 被分别埋葬在了东西两个墓室当中吗 李斌喜宴池墓地发掘的参与者之一 至今李斌对这座墓葬的发掘过程 记忆犹新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 在他这个墓室的前面还有一道封门墙 李斌提到的封门墙 自下而上 呈阶梯状内收 共分为四级 封门墙最上层的中间部位 有一块长方形立砖 正是在这一块立砖的西侧 考古队员收获了墓葬中的 第一批随葬品 这个位置 当时我们发现了 像货币 棒壳 还有四系的清磁器 一些文物 为什么这些文物要放置这个位置 当时我们推测 很可能在墓葬封门以后 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祭祀 祭祀的活动 就在考古队员发现这个祭台的同时 他们也找到了判断墓葬年代的现策 这是一支清磁四系罐 高约8.2厘米 平岩 鞋肩 骨腹 下腹鞋收 表面是有清白右 右面光亮 肩部是有一圈凹弦纹 上面还附有四个横隙 横隙也就是细钮 以便于人们穿绳提拿 依据这件器物 考古队员对墓葬年代 有了大致的判断 因为我在这八十年代 在这个苍山 发掘过一个西晋的墓葬 也随造了一些清磁器 特别是盘口湖之类的 对它比较熟悉 一看慈祁的特征 苍山的墓是西晋的 我看到慈祁和它基本一致 基本上大致确定是西晋这个师父的 墓葬深埋在王羲之故居纪念馆的地表之下 他们的年代 又与王羲之生活的大致年代相符 那么它与王羲之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疑问再次浮现在考古队员的脑海中 当考古队员清理完牧师前的封门墙后 墓门出现了 与墓葬其他部位使用青砖不同 墓门是石矿双扇石门 东西两个墓门尺寸基本一致 都有门楣 门飞 和立柱构成 只要推开墓门 考古队员就能发现墓葬中的秘密 2003年5月8日 东墓市的清理工作正式开始 考古队员发现墓地并不平坦 且成龟背状向中心隆起 为什么古人要修建出这样的墓地呢 它这个墓站的地步 像无轨的北壳一样 北壳一样 这个规避转弄期 它为什么是责任形式呢 我想在这个世界 另一的地压碎比较高 因为它这个 从地步呢 从规避转弄期 它管车放到中间 它有地压碎的时候 它可以通过石轴来行衰 墓市经过精心设计 这说明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考古队员也因此 对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充满期待 然而 清理刚刚开始 他们就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虽然他们有防水的措施 但是呢 看来这个墓呢 还是都 这个 腐朽得非常的厉害 小关 气皮呢 就在门口 应该是飘逸过来的 它里边就没有像样的 这个石骨 这些一些小骨头 考古队员发现的这些骨头 十分细小 类似于动物骨骼 但当考古队员将骨头 全部清理完毕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竟然是一具孩童的尸骨 身长约45厘米 那个七木箱遗迹 原本是长约1.4米 宽约0.5米的小型木棺 这是孩子的肋骨 中间这一部分 是孩子的脊椎骨 这两片是孩子的胯骨 而这边这一堆 是小孩的颅骨 这样的发现 让考古队员动摇了 有关夫妻和葬的猜想 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疑惑 这个孩童会是谁呢 它为何会被埋葬 在王羲之故居纪念馆的范围里 随后 他们在人骨附近 发现了许多随葬品 其中最醒目的就是金器 这是考古队员在孩童腰部和手部 发现的两对金环 直径约3.9厘米 在尸骨两侧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大小负一的七件银铃 在中国古代 金银器并非一般人可以享用 考古队员推测 孩童的身份非同一般 这些金环和银银银银应当是其佩戴之物 随着清理深入 更加让考古队员感到激动的是 他们又发现了一件珍贵的金器 金当 这件金当顶部起肩 底部微凹 呈现出山字形 纹饰依稀可变为缠纹 缠眼凸起 纹饰上布满金素粒 金当是古代官帽的一种装饰 金当的发现 又给考古队员提供了哪些信息 考古队员还在继续寻找更多线索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一座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十分高贵 在考古队员试图寻找 表明墓主人身份信息的线索时 又有精美的青丝被清理出来 这是一件青磁鸡手壶 通高约13.8厘米 盘撞口岩 原腹 肩部又精美的文士带 引人注目的是 磁壶肩部堆塑的武警鸡手 和尾士十分形象生动 他们不仅为寻常的紫虎增添了趣味 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 这个磁器造型 特别是在三国两近时期 都取一些动物的造型 为什么取这个鸡呢 鸡是大鸡响 雄鸡一唱天下呗 所以这技术我那时候很实行 随着清理范围 从墓室口转向墓室内部 考古队员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东墓室出了两个小母乡 那个骨骼纤细的 就像是买了两个小动物 非常小 结果呢 我们请一些 这个人力学的一些专家 搞这个鉴定的一些专家 就现在发现它是吃两个孩子 前面呢是两岁左右 那已经后边那个呢 还不满这个猪岁 这太稀奇了 特别是后边那个 后边呢真的以为 后边那个是宠物 这一具孩童 海骨身长约36厘米 似乎不到一岁 同样是在海骨的腰部和手部位置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两对金环 以及五件银铃 他们的规格 与之前发现的金银器 别无二致 连续出现两具孩童尸骨 而且都随葬了金银器 这种情况不仅让考古队员 对夫妻合葬的猜想心存疑虑 也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这两个孩童有着怎样的身份 他们是什么关系 又为何会葬在一起 推开木门后的考古队员 不仅没有获得想要的答案 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疑云之中 此时考古队员将目光 聚焦于另一个牧师 西牧师 西牧师中会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里面会出现 解开两个孩童身份之谜的钥匙吗 东牧师清理好了之后 那就是这个西牧师 因为这个门封得好好的 这个大家也都很期待 打开木门之后 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里面这个东西更为丰富 瓷器 陶器 还有这个铜器 让考古队员兴奋的是 他们在西牧师中 清理出许多东牧师中 没有的做工精细的青铜器 这是西牧师中出土的一件铜薰炉 由炉盖 炉身 盛盘组成 通高约12.5厘米 炉盖和炉身有穿栓相连 活动自如 炉盖对分两半 露出孔洞 最引人注目的是 炉盖上面相有对称的两只孔雀 在孔雀的两侧还各有一人 似乎在随音乐起舞 十分生动 这是另一件铜凤型熏炉 炉身呈凤鸟形 被遇双翅为熏炉盖 上有漏孔 赤下有穿栓 两盖可自由开合 两足站立在盛盘上 与盛盘连为一体 凤鸟长尾做开瓶状 凤身是有浅细羽毛纹 最生动的是 凤鸟背翅上 服有四只雏鸟 而在胸前 同样攀附一只雏鸟 并申请做出密实状态 凤形熏炉 这造型也很奇特 这个凤是白鸟之王 我们山东这个地方 特别是林野 是东义文化的中心 东义人就是崇拜这个凤鸟 凤就是我们东义人的图腾 应该说像这么精美的这个铜器 也证明了 业链铸造业也非常的发达 当时这个林野在这方面 也是很先进的 从这件熏炉身上 陶古队员领略到了 古人细致传神的青铜铸造技艺 据文献记载 山东地区自春秋以来 极为野住业发达的地区 尤其是西汉时期 全国设置的49处铁关 其中山东地区就有12处 且多数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精美青铜器的出土 无疑再次证明了 这座物葬等级之高 也让考古队员越发好奇 牧主人究竟适合身份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不同寻常的现象 再次出现了 棺木也只是剩了棋皮 很少有木块 从这个人的骨架来看 也不是一个太 也不像一个成年人 儿子馆菜非常大 馆菜唱了两米山 两米山那个大馆菜 这个小孩在馆菜中 只长了半截 他的头基本上就睡在 馆菜的中部 而且这个小孩骨骼包存 这个很完整 这一具人骨比东牧室的两具人骨 要略大一些 身长约1.2米 这已经是考古队员发现的 第三具孩童尸骸 墓葬中为何频频出现 孩童的尸骸呢 这个孩童又是谁 与东牧室中的两个孩童 又是什么关系 种种谜团依旧层出不穷 同样是在首部附近 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对金手镯 它们直径约5.9厘米 外缘是有密集的齿纹 这是金纸环 共有11枚 直径约在1.2厘米 至1.8厘米之间 这是考古队员 在尸骸胸部位置发现的金珠 共计43粒 中间有细孔 直径约0.6厘米 这些经济的出土 无疑再次证明了 该牧室牧主人的高贵身份 在古代 孩童未满八岁而亡 其埋葬的方式被称为 无福之商 你看这是埋葬 这个是夭折的婴幼儿小孩的公关 我们这个老祖宗啊 很早就这个 对小孩进行有意识的埋葬 礼记 谭公记载 已有于世之瓦关 葬无福之商 瓦关葬 即瓮关葬 是古代用来埋葬 孩童的一种方式 在洗宴池静墓中 这三个孩童 不仅没有使用瓮关葬 而且随葬品极为贵重 因此 考古队员推测 他们很可能是按照成人之理下葬 但是 考古队员并没有在墓葬中 发现能够表明 孩童身份的直接证据 这些孩童的身份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仍然是未解之谜 他们和王羲之 到底有没有关系 也无从判断 为了知道他们的身份 考古队员决定 先从墓葬的时代入手 在发掘初期 他们推断 这是一座近代的墓葬 在随后的发掘过程中 这种推断得到了 更加充分的证据支持 这是一件七丹霸碑 就在它的外底上 古人留下了八个字 大康七年 礼平上老 同样留有字迹的器物 还有这件七壶 在壶的底部 有六个字 十年礼平上老 在古代 器物上的文字信息 一般与器物的制作者有关 称为物乐公民 其文字表露的时间信息 暗示着器物的制作年代 考古队员正是从这些 漆器底部的文字中 发现了有关物葬时代的 关键信息 对照文贤旗战 台康年号 所以谁的年号 所以进屋底四万严的年号 而且在中国这一个时期 超过四年年号 只有进屋底 那么说巫医 这个母藏一定是在 它的年代一定是在 进屋底四万严 十年之后 因为这个年号 是确定的是 母藏的上限 器器的这个特征 令考古队员进一步推断 墓葬年代 或许在距离公元289年 不远的西境晚期 或东境初期 自汉帝国崩溃后 天下三分 最终司马延取代曹魏政权 定都洛阳 改国号为晋 并将27个皇族成员 分封为王 各自拥兵一方 其中 司马伦被分封至山东灵谊 成为司马家族 在灵谊的第一代狼牙王 此后 这一支皇室成员 一直生活在灵谊一带 与此同时 灵谊地区 还有一个名门望族 他就是王氏家族 王羲之就出生于此 那么 席燕池墓葬中的三个孩童 到底是出自司马氏 还是王氏家族呢 在我们处处的水掌品中 你们注意到 有一种金堂 从目前发现全国大型金墓的情况来看 一般牧掌自出一箭 而一号牧处处了八九年 他就是一种适应的山下楼 一般都说忘在一起 而不是一般的鬼族 所能使用的 所以现在呢 我个人 情相依 他与王氏家族 没有关系 既然如此 那狼牙王氏成员的墓葬 又为什么会出现在 王羲之的故居中呢 由于这一时期的司马氏家族和王氏家族 在地理位置上很接近 今天重新扩建的王羲之故居纪念馆 也许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规模 以至于把原本司马氏家族的墓地 都囊括在内 种种证据都表明 这座墓葬很可能属于司马氏家族 为此 考古队员把目光聚焦在 司马氏狼牙王的家族历史中 那么 在相应的历史时期内 又是哪三个孩童 如此不同寻常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是两个墓室 使用的一道封门墙 这道封门墙是一个整体 而且还没有发现这种 二次建造的痕迹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不管这三个孩子是谁 他们是同时下葬的 这种丧俗非常奇特 全国非常罕见 古时候合葬墓的墓主人 一般为男性 那么 这三个孩童之中谁是男性呢 考古队员决定 对这些尸骨进行初步检测 以此来判断 这些孩童的大致年龄和性别 一号墓发掘之后 我们及时就把这个生 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这个 搞古生物的专家孔庆生先生 请了来作为这个人骨鉴定 西墓室的这个墓主年龄大一些 六七岁的儿童 东墓室靠墓门那个小孩呢 是两岁左右 墓的西北角那个更小的呢 不满周岁 对于他们的性别 还没有确定 在无法获得性别信息的情况下 考古队员又把希望 寄托在随葬品上 在清理墓葬西墓室时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 引人注目的器物 由于其身形较长 考古队员一度以为 它是一根手杖 然而经过清理后 他们发现 这根手杖 其实是一把长约1.2米的铁刀 不仅如此 考古队员还在西墓室 人骨的头部位置 发现了这件铜弩机 弩是我国古代 重要的狩猎和作战工具 它由弓箭转化而来 铜机就是装置在 铜的务壁后部的机械 因此 有专家推测 西墓室埋葬的 可能是男性墓主人 如果此推论成立 埋葬在东牧室的两个孩童 又是谁呢 他们为何会被埋葬在这里 此时 考古队员想到了中国古代 一种奇特的婚俗 明婚 在中国的围经时期呢 这时候确实是 这个存在一种细数 命魂制度 所以呢 大家呢 就很自然而然地 就想 如果西墓室这个是男孩的话 那么说 它可能是一种命魂制度的 一种反应 但这仍然是一种推断 并不能成为最后的结论 2003年5月的山东临沪 王羲之故区纪念馆 与以往相比 显得十分不同寻常 一座喜宴池静墓 为人们留下了重重谜题 正当人们对三个孩童的身份信息 做出进一步的推断时 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 西墓室埋葬的不是男孩 而是一名女孩 小孩的手臂套着金串 手指套着是一个金字换 要从他这个装饰看 自然而然地 让人厉害地 这应该是很厉害的 一个巨大的风起就此出现 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推断 又有何依据 真相到底 是怎样的情况 围绕着牧主人身份的讨论 依旧在继续 一场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 即将来到人们的面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